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看了 一个是小朋友了 另外有两个青年人的 就是整个步伐看起来还可以 特别是最后一个 穿红衣的那个酒友发的步伐 我看大致上看起来是可以 但真正打起来的话 你觉得有吃力 主要是这三个视频有共同的毛病 就是没有重心的收服 就是你不管做到前场 或者你做到后场 最重要的问题 没有重心的收服 第二个就是步伐的调整不对 特别在第一个小朋友做的一个 基本上是上往后交叉 这个后交叉是很影响你的前进速度 后交叉步伐 在往前抢往的时候 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出现 一般都不要出现 就是披掉球可以出现 那么正常的上往 你特别是抢往去搓球 搓推勾扑 这样的步伐你根本起不来 上次我在过去 我就讲了步伐的时候 专门讲这个问题 你看 我们讲 你如果是你走后交叉 人的重心是在下面倒的 你看 第二个它还向下走的 它不能伸起来 而且你迈出 左脚迈出第一步实际上是没有走的 当你右脚走到一步的时候 两次运动再出现了 走了大概有三十公分 而我们如果是你前交叉 一步就超过三十公分 第二步就多出两倍来 所以你就不合理 大家其实老是练了 我上不了网 其实我最近在成都 带了个小朋友也是 他也是后交叉 他的家长跟我说 教练 为什么他老是干的训练很好 为什么打比赛 老是接不了球呢 我一看出问题了 为什么做后交叉呢 我完整地把这个后交叉 给大家做一遍 一定要注意 请上网 不管你上网挑球 还是作为你高搓推扑的球 切记不要去做太多的后交叉 就是左脚从右脚的后面 走向后交叉 注意看啊 我跑去都别扭 注意这个会脚盘脚 出不了速度 特别是走反盘 还要像巴朗骨一样转过来 这就更难受了 如果别人是有动作 你根本就死掉了 骗到你了 这个很简单的 就这个是大问题 那么我们正常的你向前走 你问到哪里 哎 掉球来了 就是一个启动步伐 这个启动 哎 球来了 左右就上来了 再看啊 我这个做的慢一点 球来了 左右就上来了 是吧 如果是你要抢高也是 他一掉球没掉好 你抢高是吧 左右抢上去 把人家左脚也发力 最后一步抬右脚 蹬左脚 人家就升起来了 反之 如果你这样 球来了 你首先是这样 你就受了限制了 马上你重心就倒下来了 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去克服 这是我发现的第一个孩子出现的问题 第二个他的后退也是用了后交叉 你看啊 我就讲了 我在讲课的时候就讲 我们的转身最好是用并步 并步 它有个推进器 有个调重性 如果你用交叉步 你推你始终找不到起跳点 而且脚盘脚慢 注意看 感觉是脚盘脚慢 它始终有个交接点 而我们并步一推就走了 你看过来就走了 他没有脚盘脚 而且特别打你后期 步伐越简单 手法越简单 你指教你越高 你出击越快 你看啊 这车身并步起跳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你看车身 我起不来 我在这个时候怎么起 我拿过来又重心还是不对 有人可能想提问 你家里那后加叉没用了吗 后加叉有用 后加叉就是打第一手球用的 你看我们在那边一推怎么办 哎呦 推过来的低手球 看到没有 再看 后加叉就是重心在下面 下面 既然在下面我们打被动抽球的时候 就应该是低重心的 这个就很好 哎呀推我了 这个就后加叉 你看你很重 你非常主动的球 前往哎呦后掌出不去 对 一下就给你憋在那了 前往上 一下上来 这就很快 所以就是你的步伐的选择 为什么叫步伐步伐 就是你接不同球的一种位移的方法 不是开靶的吧 我们走路了开靶了 不是我们接第二球 我们是用这个方法 是个位移的方法 把我们的位置移动的方法 那么比如说我讲搓球 我搓得好我受到重心 这种理中委就先做了 搓了收的重心 不是一搓就跑了 跑了干嘛 你搓得好你就守住你的网啊 收的重心 如果再走 再重复球就要用并步 你看 并步你看 这就用并步 重复球多数用了并步 或者是扑球用并步 那么重复球就不能用交叉步 这个就要注意 所以你在不同的地方 要用不同的步伐 反派也是 搓球回来 重复并步 重复并步 就扑并步 对吧 如果你重复球 你去用交叉步 你就吃亏了 你看重复球 你就多了一个步伐 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位置算 你用并步你倒不了 你看并只能到这儿 所以你走不远 并步它快 它启动快 移动快 但是它走不了 它距离短 那么我们要上去的 你看不够 那么我们要抢上去 左脚右脚 这个距离就远 也同样用了两个节拍 它跑得就远 反拍 左边也是一样 你看一二 抢上来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是要去并步怎么用 我们准备都这样做了 那肯定要这样啊 我看到有人教啊 你转这下都来不及 你看 转这时候你多了个转身 还多个启动 启动转身就是个启动 孩子们再起东西吃 你就浪费了时间 所以说步法都不合理 就导致你全场移动的被动 你全场移动被动了 你手上东西就完成不了 所以原来我们 我在国内做教练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搞教练培训 我写了一个有关 手法和步法的关系 我就想到 步法是为手法服务的 手法是为你比赛取得胜利服务的 所以它是个递进关系 你再好的手法 没有脚步帮助你 也完成不了 所以有这个说法 手法是基础 步法是关键 关键就是在于你合理吗 不是关键到我跑得快 就已经球不止 关键就是在于你合理吗 你的步法合理吗 其实在球场上移动快的人 或许下来以后在跑路上 特别是100公尺 60公尺 1万米 说明跑不赢别人 但是它的球场就快 为什么快 就是它的节奏掌握得好 变换节奏 它的步法的协调性好 我做什么球 出什么 用什么方法去跑 不同的来球 我用不同的位移方法去解决它 这叫位移 不是简单讲这个步法 开拔的拔 方法的拔 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把位置移动过去 采用哪种最有效的方法 这就叫步法 好 第二个球友 它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于没有重心收 我看了比如说他打后展球 我坐一遍啊 他就给我跑动上来的 跑动上来的唯一的缺点 你找不到步点 还有万一别人又挑你后展览 万一你打高球 别人又回高球你该怎么办 这都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就你完成一个动作 你看啊 你完成了一个动作 就面临着你被动 原来我在讲主动你被动 就是什么是主动 球到你出手都是主动 像下棋一样 对不对 你走一步 我走一步 你以为你杀球就是主动吗 如果你一冲 你看 你杀球就很主动 抽一个直线你就死 你这个步伐不合 你下个连接不好 你肯定死 我是防守看他我被动 球到我那儿勾你一个 抽你一个 我就生了 谁主动啊 那我主动啊 只是说进攻 他跟人讲是主动 就是高手打球要占便宜 好像第一手打球就是不占便宜 大家有个误区 那么勾球为什么那么得分呢 推球为什么那么得分呢 那么你说是进攻 那扑球就是进攻咯 出球都不帅咯 我认为什么叫攻 什么叫防 这是个概念问题 就是球在你 你的 该你出球的时候 你都要打到空点上方去 打不了空点 要打到对方便宜的地方去 这就是主动权 只要你掌握主动权 整个球场上你要动 你不能说你看了不看 对方在哪里 你杀得再狠 你杀到别人手里面 你死得很惨 等于是给自己下套 所以这步法当中 他的学问也是非常多 不一定少于我们的手法 你看我们打头顶球 你看打完以后 把这中心收起来 如果你是杀球 你发到力了 你要把人中心腾起来 你看 散落也腾起来 你要准备去枪网 如果你是打的是高远球 你跳这么高干嘛 你跳那么高 你落地已经慢 你去找防区你就慢了 你看你 你打高远球 你放在脚 你贴着地走啊 准备去找球啊 你跳那么高干嘛 我经常讲 你打高远球 你跳那么高干嘛 又费马达又费电 你最不被动 是他回高球 第二是他的掉球 第三是杀球 你杀球已经拦截了 你看 跳这么高的打高球 掉下来 找不到球 因为这个时间差就这么多 那么你这样打高球 打高球防守 准备 是吧 掉球也是啊 我掉球 我去找 不要杀球 杀球就可以 杀完了 重心收起来 准备跑了 有个别情况下可以打了就跑 那是什么 别人出了个很烂的球 对吧 杀了以后你就跑了 双脚起来打了就跑 那个可以 但正常的移动当中 你一定要注意收中心 你看 收中心 这叫收中心 你看 挑球 收回来 把中心收了 对不对 没有说你别人 掉了球 你挑他就要杀你 他还可以重复掉 还可以打高球 这就是变化之中 你要收到你的高的低都能去 只要收中心 上网也是你退 你看 先把中心收了以后再退 不要这个一 一跳到球 像鬼子进村一样 跑了 跑了干嘛 这是很忌讳的 不能为训练而练 我们所有的步伐训练 要根据我们的 球场上的 基本特征来练 它是有起伏的 有快慢的 你看 我做过全场给大家看 正盘 高球 挥放 上网 收回来 接杀 前往 走 车身 杀 跟 来了 走 又来了 走 接杀 它这个是有节奏的 就表明在这里 好 有关步伐这个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你在步伐当中的节奏 中心上都去找 会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你的观众 好收看